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啰 大家好 又到星期五 来到现在三点半 很快就来下班了 大家Fy Day Night 通常会去哪里? 在中环上班的朋友可能会去南柜坊喝一杯 睡得远的可能会迫回市区 约会朋友吃一餐饭好一些 而我第一时间回家睡一觉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时差还没调教你 晚上这几段时间都不是睡得很好 日头又很眼睡 所以现在很想着家床 接下来有两天假期 我想我都要在家床开心睡一餐饱 上次跟大家吃一吃的时候 有观众建议我说一下旅行的见闻 说一下故事 我觉得可以的 让我先开我的Facebook来看看 刚才因为开始的时候 忘记去拿Facebook 我就在这里即场开一开 给大家看看旅行方面的照片 可能需要少少时间的 今次去了三个地方 欧洲的中部和东部 那时突然间忽发奇想 上去奥地利 奥地利的时候 去了维亚纳 之后就回到奥地利 匈牙利 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布拉格 捷克等等 我那时就在那里 也不是很多天 只有两个礼拜 那时在里面 我去了很多博物馆 因为我非常喜欢逛博物馆 看了很多名画 很开心 浸了在那里几天 我正在慢慢开 但因为有少少时间 让大家看看 不知道是否可以 进入了 可以出我这个页面 有些旅行的照片 这一张照片 一定要拿出来讲 知道吗 大家现在看过 我这个情境在交叉 因为我在那里 就不见被人 撕了个银包 这是事发的现场 所以我在那里 拍了一张照片 留念 另外我给大家看看 我经常行博物馆 去了一些名人的故居 参观一下他们的族品 另外 一定要去一些地标 看一看 看到很多不同的市贸 看到欧洲的一个特色 就是保留了很多 那时候 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建筑物 非常之多 很多画 很多艺术家 整道桥走五分钟 上面已经有十多个艺术家 有些画画 有些藤琴 就是做不同的一些艺术表演 非常之有趣 很多人会在那里 拍一些婚纱照片 这边就逛一些画廊 听一些音乐 这个因为去了维尔纳 一定要去看听 莫扎达的一些音乐 去博物馆参观等等 这些都是不同的相片 很高兴 就完成了旅行 大家还记不记得自己何时开这个Facebook 其实我这个是想说Facebook 刚才看到这个Facebook 我记得很久了 是在2006年的时候才建立自己的Facebook 帐户 那时还是独选大学 我记得那时几乎身边所有的朋友都有 大学同学很多 第一次见面 除了拿电话之外 就是加Facebook 大家还记不记得 那时是很热的 跟现在内地加微信 WeChat很相似 那时真的是Facebook的黄金时期 经常开Facebook的朋友 应该很明显地感觉到 其实它的动力和吸引力 慢慢地减硬了 不单止我们感觉到 事实都证明了 看看昨天Facebook发布的成绩表 可以看看成绩表 我弄了出来的 大家看一看 就是这张了 这张就是它的成绩表 不如理想 不知道可不可以放出来 第二季的营收收入成长是42% 不如市场预期 而最受关注的 就是用户的数字表现 是很失息 每一日的活跃用户 只是录得14.7亿 每个月的用户 只不过是22.3亿人 都是历年来增长最慢的一季 成绩表一出来 Facebook的股价 曾经是一度急跌24% 那些人就形容是雪崩 那收市的时候跌了19% 市值更加是蒸发了1,190亿美金 那1,190亿美金是什么概念呢 即是多少呢 举个例子 等于是没有了接近4个Twitter的市值 亦都是相当于一个白度 加上一个爱奇矮 是很夸张的数字 金钱数字的游戏 永远都不是我们的平平白胜 可以想象到的 今次Facebook跌一跌 是创下了全球市上市值规模最大的一跌 当年中石油跌幅 都只不过是940亿美金 那为什么Facebook会大跌成这样呢 出了一个不太好的成绩表 为什么会大跌成这样呢 我今天就试试整理一些新闻 旧文 给大家看一下 对于Facebook创办人Mark 大家应该都很熟悉的 Mark在读哈佛的时候 一个大学生 连同他两个同学 在2004年的时候 注册了一间Facebook的四交网站 至于如何发展成为今时今日 市值这么大的公司 那段传奇故事已经是太多人说了 那我这里就不说了 因为大家随便上网搜索 就会有一堆故事出来了 那我今天主要是想说 高处跌下来的故事 那这一年呢 Facebook是2018年这一年了 Facebook是多灾多难 那中国有一句老说话就说 叫做犯态税 那刚刚年初发生的 Facebook泄漏这个数据的丑闻 就搞到热合合了 那建桥分析公司就说 撤取了5000万的Facebook用户的信息 那就导致了 导致了我们提到那个信息 导致了Facebook用户 是创建以来最大的用户数据 泄漏事件了 那当时直接导致Facebook的股价就暴跌了 令到当时的CEO Mark 身家是无故不见了60亿美金 那一直保持沉默的Mark 终于在数据涉漏事件 发生之后的第五天 终于发表了一封道歉信 那些道歉信可以给大家看一看道歉信 就是这一张 这一张道歉信 这一张道歉信 那很长了 大家可能太小的字 看不太清楚 那道歉信说了些什么事呢 是说了些事件的起因 经过 结果 但由于蝙蝠太长了 我简简单单的总结给大家知道 当时有个教授开了一个可以测试性格的APP 就允许用户下载应用程式 时就可以拿到他们的定位 朋友和喜好 而当时Facebook就允许了整件事 但其后 教授就将大量的客户信息资料 提供给一间叫做建桥分析的数据分析公司 跟公司说得 就拿到5000万的Facebook用户个人资料 当然Facebook的CEO Mark 他已经是在2015年要求建桥分析 删除所有的信息 但事实证明了 不是所有信息都被删除 如果不是 大家就不会见到这一次的涉密事件 看到还有当时很多特朗普竞选团队就拿了利用 当时《纽约时报》的报导都说 一间所谓公司是利用这些信息来影响美国人 这个title就写着Facebook涉门背后 是他们初纵了国家选举 这就令到Facebook又含入了这个洩漏门和选举门 Facebook CEO Mark更加在封信里也说到 他们已经在2014年采取相关措施 来避免这一类通过恶意的手段 或取用户数据的行为发生 但好像也是没用 洩漏门也是发生了 事件的投资者对Facebook提出诉讼 当时就发生了一场叫做 删除Facebook运动 是在欧洲各地扩散了 很多名人都响应了删除Facebook运动 让大家看看一宗新闻 很多响应了删除Facebook运动 都是那时候 但《望阳波罗》好像未是 喂喂喂喂 喂喂 不知道广东话说得对不对 所以转回普通话这一句 但又浪心一层 由于我们抱着手机 机不离手 每天不是上这些社交平台 就是很不安心的 除了Facebook之外 还有很多的社交媒体 大家都在用着 随随便便都有两三个 当时我们上网的时候 很大可能一些讯息 一早已经通过不同的渠道 被迈到世界各地 我一个一个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大家一定是经历过的 大家一天可能都收不少电话 就叫你借钱 申请信用卡 甚至我都试过收到一些诈骗的电话 难道大家这些心中无数吗 当你很开心 在用微信、微博 在用心理测试的时候 当你在第三方的提示授权上 卡了同意的时候 其实你的个人信息 一早就已经不是秘密了 我看到已经有很多朋友 在这里和我们打招呼 Hello 大家好 是的 大家都有关心 因为这几天Facebook 这件事件 都令到科技股大插水 所以我也希望 用Facebook这件事 跟大家说一说 它的效果 或者起因 为什么会大跌 找了一些新闻 大家好 可以随便留言给我 除了这些信息泄露的丑闻之外 还有一单新闻 其实是值得引起大家警惕的 我可以出一出这张图 这张图 图的title就叫做 扎黑白格第二季抛售了 1300万股Facebook股票 时间折点令人生意 这篇报道说什么呢 报道指出了 Facebook高层在第二季抛售了 大概有1360万股的公司股票 数量远远超过第一季度的 830万股票 更加在去年第四季度 近三倍 除了公司CEO Mark 抛售股份之外 还有年底离职的首席法律顾问 首席营运官和首席产品官 都是分别地套现超过1,150万美元的 Facebookbook股份 现在它的市值已经降至到5,102亿美元 直至现在 Facebook对公司内部人士 是在第二季度疯狂地套现这件事 都是没有一些很特别的说法 当中有什么令人下想的地方 大家就自己想想 最后我会给一张今天的新闻 给大家看一看 这张新闻 这张新闻的title叫做 Facebook批准每年撥款千万美元 去保护摘黑白格及其家人 这篇报导 我可以和大家读一读 也挺有趣 和大家读一段 报导说 为加强公司CEO Mark 这个和他家人的安全 这一笔津贴将会是CEO Mark 整个安保项目的继续资金之一 而这些项目将用于支付安保人员 保护他的费用 扣置安装和维护他家所需的某些安保措施 是的 明白的 地球很危险 而且今次发生了大跌两成 确实比较危险 要加强一些保安 是吧 好了 今集的财经T&T就到这里了 因为我们的导演非常之洗心 今次又有茶 又有巧克力食 所以今星期五就到这里了 我们稍后 下午六点下班 不知道大家是否 如果是的话 还有三个小时的时间 就可以去T&T 好了 快乐快乐 拜拜